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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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就是說 其實是我們在這個五月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邀請一位從美國 就是說他其實長期在做公民科學 講公民科學其實是他的一個 topic 可是他其實我想就是說 其實更詳細的來講的話 他其實是應該是說 其實發展公民科學來促進這個環境爭議 其實環境爭議才是他真正關懷的核心 那也因為他這樣的一個關懷 他其實長期就是說在 尤其是幫助這個在石化區周界的這個地方的一個居民 發展了所謂的公民科學 就空屋監測的公民科學 也就是協助這個居民其實是去就是說 生產他的這個比如說空屋的這種證據 然後拿回這個就是說 其實屬於就是在社區的一個污染詮釋權 那接下來我先請我們的這個施加良博士 他其實可以就是說跟大家分享 在他所做的這些社區裡面一個非常好 我覺得非常值得我們台灣參考的這個案例 所以我就不完全去講這個公民科學的這個內涵 可是我希望從在美國的這個譬如說社區裡面 他們怎麼樣運用這個譬如說這個 就是社區公民科學的一個生產 然後開始跟這個譬如說跟廠方 以及開始跟政府 開始進行這一種就是 算是說那個博弈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我想我就先請施加良博士 談一個路易斯安娜州的一個case 好 謝謝大家 其實剛剛從前面一路聽過來都是 就是從不管從在吉普相當大科 然後像黃老師在地的感受 或是到我們律師在進行訴訟 以及剛剛從透明足跡在談這些資訊公開的問題 那其實這一些問題並不是台灣挺不有的 那其他國家 特別像美國 這個石化王國的一個美國 它其實也發生過跟台灣很類似的狀況 那我們這一次 這一次 我等一下跟大家分享的那個例子 是那個路易斯安娜州的Nocle那個地區 那它這個地區其實有一個很大的石油公司 叫做可牌公司 那你挺過的 是可牌公司 那它在當地的這個石化廠 其實也是造成了地方很多的汙染 就其中的汙染狀況大概就跟 在六七遇到的狀況其實差不多的地方 也聞到很多臭味 然後有一些那個生病的問題 那 這個 那他們最早社區居民在跟可牌公司 做這種 就是做抗氏運動的時候 其實他們也面臨一樣的狀況就是 可牌公司都宣稱他們的東西是合法 都是依照他們的就是法規來講 就是核無標準 就是核無標準 那可是問題就來了 那這些臭味那這些居民的感受 到底是什麼地方來 所以地方居民就發展出一套 就是用空氣種監測的模式 來去做這些空氣樣本 第一個是做這些空氣樣本的採樣 採了樣之後再送到商業實驗室裡面去做那個分析 那分析出來最後的那個結果 其實孟成都算是地方居民掌握了這個 算是污染的這個狀態 那 那他那個分析結果出來之後 產生了兩個效果 第一個效果 他去挑戰州政府的環保法規 因為 為什麼那個開牌公司都敢說自己的東西合法 是因為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 就是依照法律來講 他應該監測項目 他都有監測 可是有一些化學物質 是不在法規的監測項目裡面 這是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是 有一些東西他其實是沒有超標的 就是先測出來是沒有超標 可是那個沒有超標不代表說 他其實不會對地方居民造成 就是這些感受上的影響 那所以其實他們的空氣桶採樣 第一個是挑戰官方的標準的方式 那第二個其實又是挑戰 因為算是某種程度 已經掌握到一定的證據 那就是去挑戰客牌公司 就是說那哪個客牌公司 你是不是應該好好面對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個狀況其實也就拉回來 為什麼今天會特別談這個題目 也是可以拉回來 跟呼應剛剛賴迪斯講的兩個主題 第一個就是治理這件事情 治理不是只是政府部門 應該做什麼法規的改變 其實治理它是一個公司部門 一個協力 整個協力的一個過程 那這個公司不是只有 就是公部門 然後私人部 那個公民團體 然後還有包括公司企業本身 所以其實公司本身怎麼落實 他的企業社會責任 其實很重要的事情 那可牌我覺得夢成度 他算是有發揮 我覺得為什麼我拉出來 把這個都開始拉出來談 其實就是他夢成度 就算是有發揮了他自我界定的企業社會 那怎麼做呢 他在空氣筒的那個資料掌握之後 後來他們的公關部門就開始 跟這些地方的這個團體去做溝通 那這個溝通不太是那種 就是像台書他們在做的所謂地方的公關 他其實溝通的方式就是去認真的 就是去詢問就是說 地方居民他到底真正問那個感受 跟奉獻的感知是什麼 那回過頭來 他重新自己去檢視自己的製程 哪一些地方是有問題的 大家注意到 就是他去問了之後 他不是說好那你的 我去證明說你聞到的東西是沒有危險 他其實反過來去檢查自己的整個工廠製程裡面 到底是不是有哪些地方 有緩解有出問題 或是說那他的這些感知是從哪裡來的 那第二個所以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是他們為了要讓整個監督 就是監督是能夠更加久 共性力更透明 所以他其實在事後也就是 在他們整個周界設了六個七個左右的監測站 就在整個石化工業區的那個周界 那這個測站他不是只是說 我的資料我自己測而已 他其實也某種程度開放了 就是不同的科學社群 跟工程師社群也進入 一起參與在整個監測計劃裡面 然後讓這個計劃有工信力 然後也有資訊也可以公開透明 那來是要證明說這個工廠的營運 到底有沒有真的造成一些危害 這是一個 那這個是在製程跟資料部分的一個設計 那再來他們也另外啟動了一個 叫做社區選擇權的一個計劃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因為其實很多都是 就是住家就是很寧近在那個化工廠附近 那所以其實那個距離很近 那不管你今天這個工廠在怎麼樣安全 那其實某種程度都會被他的營運的那個 氣味受到影響 所以他其實就 就原本他一開始就決定 好那既然大家都有影響 那我就把我臨近社群 臨近我工業區外的兩條街的房子 我全部買下來 我自己設了一個 就是等於是設了一個緩衝袋 那這個其實對照許錯來講就有點猛之 因為許錯是我們在緩衝袋裡面 然後放了一個國小 那他剛好是反過來 他是你住的離我們工廠這麼近 那我幫你的房子買下來 那製造一個緩衝袋 這就是一個緩衝區 可是事情不是錢砸下來就解決了 因為一旦他一開始他說 我要把這些房子買下來 那很多開始在地方就造成了一些分離 為什麼 因為大家就會覺得說 那你今天來搞這些 這些反固然的運動 其實你是不是根本只想要賣房子 你是不是只想要賺錢 那其實這會反而是 這個粗暴的這樣支援的投入 其實反而是造成地方的 一個分裂的來源 那所以後在科派系 他夢成度也意識到這個問題 所以後在後來的這個協調會議上面之後 他們就轉換了一種方式 他就說就是用 就是換了另外一個計畫 就叫做剛剛講的那個社區選擇權的計畫 就是說今天他願意用比較高的價格 去購買這個房子 可是你要不要賣房子的權利 還是在你身上 因為他要尊重這些在地居民 在地方 不因為你在住在那個地方 不是只是房子而已 其實你有可能有過去你的生活經驗 你的背景 甚至你的家人可能長期就住在那個地方 你對這個地方的情感 你割捨不掉 所以他其實不是強制的 就好不幫你買家 把你趕走 他其實就是說 你可以選擇 你要不要再 你要不要把房子賣給我 那如果你不買 你不願意賣的話 那你又覺得你想要住在這邊 那他也提供一筆資金 就是無償的貸款給你 去做自己的這個房子的這些修閃 所以他其實這樣的一個 算是這樣一個公關的行動 其實是也是在 也是回應到 或是尊重的地方 各式各樣的concent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重要 或是說一個 我覺得算是一個還不錯的一個 社會企業責任的一個表現 因為他不是只是 不像我們現在聽到的 企業追診好像就是說 我這家公司花了多少錢 去什麼種書去買什麼去幹 去什麼給了營養午餐之類的 他其實是有更細膩的去使用 這一筆他投入的這個資源 所以我覺得 我今天會把這個盒牌這個 特別先拉出來談 其實也是希望就是說 我們今天在談 我們現在遇到這個狀況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還有一些更不同的想像 去要求這些物業製造者 他真正去負起所謂的企業社會責任 那接下來我就再把時間帶走 杜老師 我們就在台北談一下就是說 公民科學它在 因為前面 後面或者之所以會有這段故事 都是因為前面 有了公民科學去生產 或是擁有了這個環境的知識 跟生產這些證據 那接下來就請杜老師 來談一下公民科學的內容 好 那非常謝謝家良 其實跟大家先分享一個故事 那這個故事只是一種 就是說其中的一個可能性 就是說其實我們怎麼樣來面對 在地的這個受害 怎麼樣改善 怎麼樣督促 企業去進行他的這個 負其他的企業社會責任 那我想就是說 在我們五月 我們其實 做了這本工作手冊 包括我們的團隊 跟台大風險社會中心的團隊 共同和編的 就是這個科技民主跟社區培力 然後談這個美國這個 Dressel University的 這個 Quand Olinger教授 他的這個就是關於 空屋檢測公民科學的 這樣子的一個研究 好那他裡面其實提到幾個 就是說他特別 我特別把他認為在這些社區裡面 其實發動公民科學的人 他叫做社會運動驅動的一個公民科學 那他裡面就提到了就是說 其實這些公民科學的特色 好這跟我們可能長 長久在談公民科學 可能是公民去蒐集資料 其實有點不太一樣 他談的是 研究問題是源於 公民科學家的關心跟問題意識 好還有包括就是說 其實一般的這個科學社群 就是專業的科學社群 他是居民的盟友 好而不是一個就是說 其實是那個 研究問題的一個設定者 那以及行動者 他是使用創新的方法 包括自行組裝 這些工具 好其實來蒐集這個資料 好以及就是說 其實他在問題意識跟方法論上 好他明示跟暗示都挑戰標準科學 好的這樣子的一個途徑 好還有一個就是說 參與公民科學的社會運動團體 他也面臨了科學正當性跟政治效能 上的這些權衡的問題 好那這裡面他其實 從他自己 study 非常多的這個案例裡面 好他講說為什麼要發展公民科學呢 好他其實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其實就是要公民復全 社區復全 好那包括就是說 其實他要自己掌握資訊 以及問題的詮釋的自主性 那這裡面包括就是說 社區居民 他其實是有界定問題的能力 也就是剛剛提到就說 好不是看到說 欸我們這個好像是 好像很多這個譬如說冰葬 或者說家裡有很多的癌症 卻普無證據 那這時候我們要怎麼樣來 界定問題呢 好這個界定問題 又讓社會跟這個譬如說政府 或是說企業怎麼樣去負起責任 那再來就是說 他這邊也提到就說 社區居民要擁有法律訴訟的這些能力 這些證據提出來之後 他也可以成為呈堂共證 好然後在這個訴訟的這個過程中 其實更有力 或是談判的時候更有力 好那以及就是說 其實剛剛嘉楊提到就是說 居民也有選擇居住 或是離開的權利 他的一個譬如說自主的權利 而不是被設定說 他只能被迫接受污染 或者說必須要離開 好所以在這裡面 他都是一個促進平等談判對話 確保社區聲音不被漠視 以及挑戰官方的這個資訊的缺漏 怎麼樣促使資訊更加的透明 那我想就呼應剛剛韋傑所談的 這個透明足跡 我們有很多的不透明的地方 這包括資料要怎麼樣的去公布 那應該要怎麼公布 然後怎麼樣的讓大家其實是更清楚的 去了解到這個環境的這些現況 好那這個就是剛剛提到的 這個Louise Anna的這些角色 那這些案例我就不太多講 因為我們這本工作手冊 其實到時候我們會放在網路上 那裡面因為很多的這個detail 所以如果說要講的話 其實每一個案例大概都可以講很久 可是我們剛剛就是想說 在這場就是說在六星的這個運動過程中 我們可能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找了一個NOCO的案例 那在這裡面我倒是還想講一個就是說 其實是加州的一個案例 那加州的這個案例裡面其實也是一樣 跟剛剛Louise Anna一樣 就是說其實有大火 這跟六星也蠻像的 那個比如說在Richmond那邊發生了這個大火 這個大火之後其實軍民也感到就是說 其實不舒服而且其實有很多的這個煙層落下 好那當然就是說那個企業的反應也立即說 這個也是無害或者說這個損害並沒有擴及到這些社區 好那這些就是說在這個旁邊的這些居民呢 他就認為說其實在很多的地方 其實已經開始有這些環境的這些監測 這些監測的儀器 就是說什麼叫做他們認為最先進的 最可以符合居民需求的這種 比如說最先進的這些儀器 應該運用來就是變成這些煉油廠旁邊的一個標準的配備 好那所以這裡面的儀器不是只有一種 它不是說只有空系統 它可能還有這種比如說紫外線的這個去瞭解 比如說像這個VOC的洩漏 或者說其實還有這種紅外線 了解不同化學物質的各種不同的這種儀器 好那這些居民他其實就要求就是說 其實包括應該要什麼樣使用什麼樣的一個儀器 才能真正的去了解就是說 其實這個石化區周圍的這個空氣的一個狀況 以及監測到這些就是說監測到這些污染物質之後 這些東西其實應該要怎麼樣公開 這個公開就像剛剛韋傑講的 它是不是要跟譬如說政府的這個標準 其實放在一起讓大家一目瞭然 它要不要是即時的 那它要放在什麼樣的地方 怎麼樣的一個公開 以及公開之後這些要不要有立即 比如說有一些緊急的應變措施 比如說如果監測到說某些物質 其實有特別高的這個 比如說毒性洩漏出來的時候 要不要有緊急應變措施 換句話說它這個公開其實是一整套的 包括資料的這種收集 包括資料的一個公佈 以及後續的這些行動 所以在這裡面其實都在講一個部分 就是說其實是民眾參與的重要性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在包括 我今天為什麼把這些案例拿出來講 因為我覺得其實相當的感慨是說 我記得保羅他跟我講說 為什麼六金軍林要打訴訟 剛剛有聽到不管是黃老師 他覺得不太相信司法 那律師這裡面他也看到就是說 其實在司法訴訟裡面可能有遇到很多的困難 可是有一次保羅他講說 因為軍林認為訴訟是唯一他們可以發生的管道 因為沒有人會注意 在台北的各位可能也沒有辦法想像 就是在當地看到這種就是說 其實是每天看到這種 比如說村莊凋零 然後親人離世的這樣的一個痛苦 那所以我在想就是說 其實我們就是說舉辦了這樣的一個論壇 我們是一方面就是說 剛提醒大家就是說 其實訴訟的部分必須關注 因為大家的關注 其實也是給當地居民一個很大的一個力量 那再來呢我也是想就是說 其實透過剛剛韋傑談的這個治理的一個問題 以及我們看到國外的案例 我們可能看到更多的管道跟途徑 其實是可以促使政府跟企業做好事情 促使就是讓地方的居民覺得說 其實沒有那麼無助 因為他們勇敢的站出來 剛剛講的能動性 所以我們看到更多應該要做 而且我們努力去做 然後讓這個就是說 讓我們的這個整個的環境的這個改善 其實是大家的這些責任 所以在這裡面我也想說特別回應一下 也希望鼓舞就是說地方的居民 他們這次站出來其實真的相當的重要 那我們也希望以我們的這些力量 包括我們在台北 跟政策倡議的這些管道 可能比較接近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好 那我想就是說大概 我們就先報告到這個地方 那接下來我想就是把這個時間 好給大家就是說問問題 好給大家就是說問問題 請問問題 請問問題